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涉嫌打死5岁女儿的Ohio中餐馆女老板陈明明 最近被法官以过尸杀人罪判处22年有期徒刑 30岁的陈明明原本被检方以谋杀 篡改证据 干扰司法 严重虐待尸体 核实儿童陷入危险等罪起诉 但是他之后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 检方改以过尸杀人罪将他起诉 22年是过尸杀人罪的最高刑期 陈明明没有合法拘留身份 所以他一旦出狱就会立刻被遣返中国 这起狠心打死亲生女儿的案件发生在去年1月 女童的母亲陈明明和父亲34岁的赵良杰在Ohio经营中餐馆 周梁杰在案发之后打电话报警 谎称女儿失踪了 警方展开大规模搜索却一无所获 一直到隔天下午 警方发现这对夫妻异常冷静 感觉是有蹊跷 对女童的父母进行测谎 周梁杰才终于坦诚 女儿已经死亡 她将女儿的尸体装在容器中 放在餐馆的冷冻库上方 陈明明也坦诚她在住家内多次锤打痛殴女儿的头部 导致女儿伤重死亡 警方调查可怜的5岁女童Ashley在出生之后 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照顾 因为她的妈妈认为女儿是负担 不是祝福 陈明明说 她原本来美国是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她在中餐馆几乎得天天工作24小时 一大早要开门 一直坐到深夜才能结束 她常常得睡在中餐馆内 不能好好休息 母亲的角色更让她的压力超出她所能容忍的范围 女儿出生之后 原本一直由纽约的爷爷奶奶照顾 2015年10月 她们将孩子接回同住 但是女儿回到父母身边之后 却不断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 多次遭到母亲殴打 虐待 陈明明向警方说 自己只有两只手 不是四只手 她又要在餐馆工作 又要照顾孩子 事情太多 她还说女儿很不听话 警方问她 什么原因让她失控打死女儿 她说 她忘了 只记得自己很生气 检察官说 这起案子是一个从来没有和孩子连结的母亲 在愤怒下所做出的行为 法院还没有对女童的父亲赵良杰做出判决 感谢收看 下次见